当天晚上8点52分 一名女子正站在ATM机前操作 此时门外突然冲进一名红衣男子 从胯包中掏出了一瓶啤酒 朝女子的后脑勺砸了过去 并将女子推倒在地 女子虽然后脑勺遭到重击 但看到自己的包被夺走 还是立即从地上爬了起来 并追了上去 事发当时银行附近的人流量较大 行凶男子逃到酒店门口的红绿灯附近时 几名好心人立即上前帮忙追捕 并将男子制服 经调查 抢劫男子姓刘曾两次因抢劫被抓 在计划实施抢劫后 刘某马力瓶啤酒以及一副手套 来到江因的各个银行门口踩点 寻找下手目标 直到看到独自在ITM机前 取钱的小王时 刘某这才动手 回想当时的情景 小王仍然心有余悸 就是我去那个工商银行打钱给我朋友 然后我背后就被有一个人在后面就砸了一下我的头 往里现金只有500多一点点 然后还有港币 小王说 幸好当时歹徒手上没有其他武器 不然后果不开设想 他也特别感谢那些帮他追捕歹徒的好心人 新闻360记者编辑报道